新聞一回事先看台中 重海大學學生去公車農事 到民眾有個指控說 做日有個看到既夾客棍的公車 在臺灣火車頭塞電路向 整台車是悠悠拜拜 要走早去還有一間實力的好車 去農機車做生一個人希望 台中市長路修園時 隨旋報說要無限的公車台 這款要做到改善為止 乘車去錄到一台公車 塞在台中臺灣火車頭附近 雙方向轉向倒閉 甚至是塞智雄 直接撤去對方車道 最後後面的車都剩一條 也有民眾是趕對去 提起加速已經違規 遇到狀況你就要小心一點 你現在開到對面就很危險 如果晚上十一點左右 有民眾看到這台既夾客棍的公車 順北斷區的南京東路在走 刷散智雄和欧北斷 客人的入車解說家屬是為了要 陷入面的儲位才會違規 不是價值有什麼特殊的行為 是他刷車 以主要達到車子會 玻璃會破掉 違規跨越雙黃線可處罰 新台幣六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之罰還 按照台東太平在出車去七點左右 有一個洗衣的家室塞好車 順太平區中山路一段翁二段風雄賽 所攏就頭前騎電動歐洲外 七十四回復真人 帝書記的老太太頭腳擋胸 當中失望 現場明顯死亡 未就醫 本分局與調閱相關影像釐清 謝姓駕駛經久策為領 後續將承報本局交通警察大隊分析判 最近少年選有客運公車出車好 台中市選保要啟動三個月的公車大執法 市長路修園日子再去 也去路口了解執法的狀況 選保要加強執法的立場 從前天開始執行的台中公車大執法專案 會無限期的延續下去直到改善為止 尤其是不理讓行人的話 我們都會重罰 路修園表示 年代之前會跟台中一千三百 台公車的施壓輔助系統都爭好 按照前一直為貴的企業客運 也會繼續檔案 上當沒有拜託會跟路款收到回來 記者臨健身 王良特 台中報道